因为地形影响光复乡马泰安西地势海拔比市区中心还要来得高 眼见河床土石淤积日历严重 居民们忧心台风大水一来的话可能会淹没整个市区部落 特别像香带会陈勤建议进行输运 而所会首长以及民意代表今天上午会同第九河川局现场会刊 海拔高度远比光复市区聚落还要高的马泰安西 上游冲刷而下的土石今年累月的累计在河床 禁逼两岸堤防的高度当地居民就忧心 若再来一个台风大雨是不是会造成水患灾害 不仅现一会地方所会也高度关注 其邀河川管辖单位的第九河川局现场会刊 我们的范围的理念我们可以来协助做局部的堤防 但是如果自己的爬水沟 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帮产兵 在地住户以及农民建议能进行河床清淤 第九河川局依照了法令规定 以及现地情况评估是否有开挖清淤的必要性 开挖深度与范围是否影响两岸堤防与桥梁的安全 第九河川局是审慎评估与地方说明讨论 堤防更危险对不对 所以我们提防80公尺以外的地方都不能挖 以内的地方都不能挖 然后我们都挖以外的地方 这次看起来你看那边挖的像长草的地方 就当初我们挖完之后剩下的挖外面 不论是在地农民还是民意代表 大家一直建议能勤于数据 让地方免受水患之苦 第九河川局也正面肯定 叶金一部表示 深入评估研议后若可行 也会尽快来执行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这边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